以上的内容叫做周期表 周期表就是科学家想要想办法 要从我们所知道的化学元素当中排列组合一下 看看是不是能够找到某种规则 然后呢可以帮助我可以做一些理解 帮助我做一些预测 现在的周期表的最早的始组叫做门德烈夫 他把哈钢石根据的是所谓的原子样的大小 把他排列次序 什么叫做原子量 我们后面会告诉你 我们会告诉你排列次序 然后得到最早的所谓的周期表 然后最早的周期表 而我们现在给你看到的周期表 就是我们在讲义的第27页 那边所给各位的周期表 是按照所谓的原子序来排的 那么也是一样 原子序后面会告诉你原子序是什么意思 排下来的时候有直的跟横的 直的叫做同一组 同一组 同一个家组 直排的叫做同一个组 同一个家组 每一个横排 每一个横列 叫做一个周期 一个循环 所以一个横列是一个周期 一个直排是同一组 是他的意思 所以现在的周期表 是我们在27页 假如27页所给你的 那就是按照原子序来排 那我告诉过你 要背 然后我要考试 考试 好 那么我们要介绍 然后基本上呢 元素的性质会随原子序增加 而有周期的变化 所以横排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这样这样这样 又回来了 这样这样又回来了 所以要说一个周期会有个循环 所以同一个横排叫一个周期 一个周期 那么基本上 基本上同一组 同一个直排 同一组的元素的性质 会相似 会相近 但也没有完全一样 那即使是不同组的 也有可能有类似的性质 类似的性质 好 这是简单 那种比较够杂 是高中以后才会教 两个小时候 活动就简简简简简简戴过去而已 我们要介绍三个族 一个族叫做简晶族 就是周期表中最左边那个纸牌 里面有里纳甲如色吧 这叫做简晶族 它有一些性质你要背 第一个它们都会跟水作用 会产生氢气 它会都跟水作用会产生氢气 然后产生氢氧化物 氢氧化钠 氢氧化钠之类的 那么这个氢氧化物是简性的 是强简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简晶族 叫做简晶族 第一个 它会跟水剧烈作用 会产生氢气 氢气 然后它越后面的活性越大 越后面的活性 所以跟水反应的就越剧烈 纳跟水会作用 可是呢甲跟水的作用会更剧烈 越后面会越剧烈 你们有人在YouTube上看过一些影片 把那个什么法 丢到水 砰爆掉了 炸掉了 就是 因为它作用会非常的剧烈 非常的剧烈 所以它活性越 原子区越多 越后面的 活性就会越大 同时呢 它会容易作用 因为它会跟水作用 会跟空气的水蒸气产生作用 所以要放在石油中 就课本写石油 然后现在课本有人会写矿物油 没有插本就放在油里面 因为油里面没有水 油里面没有水 没有水没有氧 没有水没有氧 所以它不会产生作用 不会产生作用 所以呢要把它放在油里面 就是它储存的方式 这也是会常有人问的 它要储存在矿物油 要储存在石油当中 好 几乎所有的生物细胞群都有纳跟甲 我们人里面有的纳跟甲 要保持一个平衡状态 纳太多或甲太多都会失衡 所以还是那些疾病 还是那些疾病 你怎么低纳盐 纳含量比较少的盐 就是用氯化钾 甲就很含量太多 可是你吃太多也是要会有问题 纳钾要维持一个balance 有一个平衡状态就对了 不能有东西太多 不能有东西 太少 那就会失衡 剩下一些背背看看就好了 纳很软 可以用小刀切开 我们做的时间可以给各位看到 就是拿刀就靠到一桌 就把它切开了 非常的软 很软可以切开 然后呢 刚刚讲过了 那个里纳甲如色法 法在最后 所以法是活性最大的金属 法是活性最大的金属 然后里是最前面 里是最轻的金属 里是最轻的 纳都可以飘在水上 那纳你就更不用讲 都浮在水上面 所以里是最轻的金属 所以就是把它背背就好了 就是这样 OK 重点 它会跟水作用 它会跟水作用产生氢气 重点 它要处人在矿物油中 处人在石油里面 OK 这是所谓的 简金族的内容 OK吗 OK 接下来我们要上的叫做 简土族 最左边数过来 第2个纸牌 匪美 匪美盖斯贝蕾叫做简土族 简土族都是银白色 我讲过金属 基本上都是银白色银灰色的 它经常是用化合物的状态存在地壳中 就是岩石矿物里面 然后溶于水成为简性 所以呢我们把它叫做简土族 土嘛 地壳嘛 地壳 简土族叫简土族 匪美盖斯贝蕾 那也是一样 越后面的活性越大 作用力就越强 这跟一样 但是呢 要注意 它是跟锡酸作用产生氢气 我们后面会再教告你 活性大的金属加锡酸会产生氢气 碱金族 刚才教的碱金族 跟现在教的碱土族 都叫做活性大的金属 所以他们跟水 通通都跟 对不起 跟酸 都会作用产生氢气 但是 简土族跟水不会作用 简金族跟水才会作用 一 两个都会跟酸作用产生氢气 第二 简金族才会跟水作用产生氢气 简土族不会 简土族不会 OK 所以他们都是活性大的金属 都会跟锡酸作用产生氢气 然后这是一个重点 这是一个重点 简土族的碳酸盐跟硫酸盐都会沉淀 什么叫做碳酸 碳酸叉叉叉 碳酸碱土族 碳酸碱土族 如果碰到不是白的 就背下来 没背过的通通都是 白色 所以 这是一个重点 简土族的碳酸盐跟硫酸盐 会产生沉淀 白色沉淀 氯化被加硫酸钠 变成硫酸被加氯化钠 硫酸被会沉淀 白色沉淀 销酸钙加碳酸钠 产生碳酸钙跟销酸钙 碳酸钙会沉淀 碳酸的碳酸盐跟硫酸盐 会产生沉淀 碳酸盐和硫酸盐会产生沉淀 这是一个重点要记住 好要记住 重点第一个 简金族、碳酸 都是活性大的金属 跟锡酸作用会产生氢气 第二个重点 碳酸钙的碳酸盐跟硫酸盐会有沉淀 这是它的两个重点 这也是一样 看一看背背就好了 钙就是骨骼牙齿的主要 这是你的骨头里面 女生很容易得骨骼 骨质疏松症 因为缺钙子 缺钙子 缺钙子 骨质疏松 它是骨骼牙齿 还有贝壳 的主要成分 但是这个钙不是 金属钙 是钙的某种 化合物 碳酸钙 磷酸钙 什么什么钙 然后呢 铁可以做烟火 碰烧 因为我们讲过 美带燃兽 产生白色的强光 这个强光 然后就匪核心 笔电 什么美铝合金的外壳 匪核心 然后做一些 非锡大壳的外壳 这样子 看一看就可以了 刚才讲过了两个重点 第一个叫做 跟锡酸作用会产生 氢气 第二个重点叫做 碳酸盐跟硫酸盐会产生沉淀 OK 下一个叫做 乳素 最右边数过来 第二个 活绿 锈点二 叫做乳素 乳素都是有毒的 有颜色的 双原子分子 双原子的意思 后面会再跟各位说明 双原子的意思 后面会再跟各位说明一次 然后 他在化合物器上 处人在那个 赛岩场的 乳汁当中的水里面 所以我们还叫做乳素 叫做乳素 他有颜色 颜色背一下 绿锈点的颜色我给过了 绿锈点的颜色我给过了 以前很爱考 现在不爱考 纯死背的也没什么好考 但是以前爱考 现在不爱考 不过你还是给我背下来 佛式黄色的气体 绿式黄绿色的气体 锈式暗红色的液体 点式紫黑色的固体 绿锈点正好 一个气态 一个液态 一个固态 一个气态 一个气态 一个液态 一个固态 绿锈点 OK 这个绿锈点颜色给过 你再操一遍 再记一次 刚才说过了 以前很爱考 现在不爱考 但是你还是给我背下来 佛式 黄色的气体 绿式黄绿色的 锈式暗红色的 点式紫黑色 鲁树的鲁树的活性倒过来 鲁树的活性倒过来 前面的活性比较大 后面的活性比较小 对水的溶解度呢 对水的溶解度呢 也是氯比较大 然后再来锈 再来点 不过呢 鲁树溶绿水的时候不是溶解 它会产生作用 好 这未来下学期会教 会讲到所谓的锈水 锈加水会变成 氢锈酸跟刺锈酸 这是下学期 教那个可逆反应平衡 那时候的一个重点 然后现在会产生化学作用 所以 氯气可不可以用排水及气把收紧 不行 因为它会跟水 作用 不行 然后为什么 不行 然后还要去把收紧 氯的用途做漂白水 漂白水有两种 一种是氧系列 一种是氯系列 下学期会再说一次 氯系列 赤氯酸那种 氯系列 氯系列漂白水的漂白效果比较好 但是就比较商医料 也不适合拿来去漂白那个有颜色的 的衣服 帮你洗洗颜色就不见了 颜色就不见了 好 然后呢还有加自来水杀菌 这应该知道 那个 自来水里面添加率 然后有杀菌的作用 那个 那个很久以前 已经有几年了 就以前 某个学校 本来以为他们需要有个自然喷泉 还能还做一个造景 宣传一下 后来发现那个喷泉 自来水 他怎么知道喷泉自来水 因为含有氯 自然界的水不会 有氯 所以那个水里面有氯 所以那个自来水管破掉 喷出来 所以他以为是喷泉 不是 他以为是喷泉 OK 好 这个是教过的 生物有教过 里化会教 下学才会再教 然后考试还会再考 叫做 点跟淀粉 最后产生 深蓝色 蓝灰色 所以可以用点液 可以用点酒 用点液跟点酒 都是因为他里面有点 点液是点融与点化钾 点酒是点融与酒精 里面都有点 所以都有颜色 如果是点化钾 就不会变色 点化钾是化合物跟点不一样 所以不会变色 所以用点液可以 用点酒可以 用点化钾 不可以 因为他没有点 要有点的才可以 然后因为 这个 受伤过都知道点酒可以拿来杀菌消毒 优点 什么之类的 帮你杀菌消毒用 这叫做 卤素的用途 这个 这个 淀粉的作用 你们生物教过了 里化会教 下学期会再教一次 然后考试会考 要记得 用途看一看 用途看一看 OK 这叫做卤素 请问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 请解课堂练习 好